Breathe cancer 我们来识做一下 Logistic Regression 开始之前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在SkRen里面 它有关这个 Logistic Regression 大家可以到它的网页来看 那这里面主要提到的 就是说它提供了 这个所谓的Penalty 我们在上次教学有提过 什么叫L1、L2 L1就是Lusso L2就是这个所谓的Regid 它们分别是为了要 这个防止这个Dataset overfitting或者是underfitting 那因为Breathe cancer 这个Dataset有30个feature 相当的多 所以我们会分别用 L1跟L2的这个正规化 帮我们做这个演算 看看得到结果会是怎么样 那这里有提到Penalty 它的参数里面有个Penalty 你可以选择L1或L2 如果你什么都不选 那它的D4就是L2 它的D4就是说你什么都不选的话 它自动就会用L2 然后在这个Solver里面呢 Solver 它有好几种Solver 好几种演算的这个解决方案 比如说NewtonCG LBFGS Liblinear SAG SAGA 如果你都不选的话呢 它D4也是LBFGS 所以呢 因为这个L1 Lasso 它这边有提到 Lasso的话你只能选这个Liblinear 跟这个SAGA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 Lasso的话呢 我们就会选这个Liblinear 当我们的Solver 那另外呢 我这边提供了一个很有名的这个Andrew N 他的MIT的教学里面 你在这个YouTube里面都可以 很多都可以找得到他的教学影片 他是世界有名的顶尖的人工智慧专家 他这一篇呢是讲到 如何去这个正规化 Logistic Regression 当然他的教学是有点深的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你可以 朋友你可以来这边 在这个视频里面丢致 这些看法是 我可以学习的 那一篇 这些实验的 那些真正的 使用 更多的 实验的 实验的 这些实验的 这些实验的 实验的 实验的 好首先呢 之前呢我们也教大家过怎么样去download这个brist cancer的dataset 所以呢首先你要将这些 一样常用的library要把它汇入进来 那我们拍pandas,myplot.pyplot,cmon,这边是sns 那sk那里dataset我们要去汇入load,brist,cancer等等 然后我们要做3D图 所以我们要汇入这个myplot.npl,npltourkits,nplot3d 要汇入access3d 那这边举了一个简单的意思,假设我们大x 大x是0123123 它各是一个column 这就代表一个column 它相对应的y呢 小y呢是0011011 那我们汇入这个,使用这个model,logistic regression 这里是,小瓜谷里面什么都没有的话,就是default 就是刚刚在skn的网站里面有所看到的,它会采用default 那我们去fit 大x跟小y 那譬如说我们去,模型建立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predict 那也可以得到predict probability 比如说2.9 1.9 用0.9分别带进去 那我们得到说2.9的话,它predicts 1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column 右边呢,是指1的几率 左边是指0的几率 那这个1.9呢也是预测为1 的几率就0.482 那这个0.9呢,它预测是0 所以它几率是左边的 0.6579 这我们之前的教学都有提到过 那如果是这个的话呢 我们大x便有两个column 比如负1负2,负2负1,1,2,2,1 它对应的这个小Y是1,2,2,2 那这里有个pipeline,这蛮好用的 这个escalen.pipeline 我们就要贿赂 makepipeline pipeline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将常用的 常用的几个演算法 我们可以摆在一起 一次摆摆进来 比如说我们模型呢,假设我们这里要做standard scaler 我们就要把 建立一个模型 makepipeline 刮糊里面摆standard scaler 然后logistic regression logistic regression 那因为我们这两个都在 刚刚在上面的时候都已经汇入进来 这边有standard scaler 然后logistic regression 一定要先上面一定要先汇入进来 你才可以 这个才可以动作 那我们就可以fit 大x小y 然后predict 比如说负0.89跟负1 我们得到它是一个2 预测就是2 然后它的probability 因为是2的话呢 因为它是右边嘛 所以是0.677 我们知道一定要大于0.5 如果是一个binary的话 一定要大于0.5 虽然这不是01 但是我们只有1跟2 所以是binary classification 二元 分类吧 因为我们要使用breast cancer 所以我们建立一个物件叫bc 1.feature names 就告诉我们说这里总共有30个features 30个features 那我们要稍微来做一下简单的图 所以我们选20 这就是worth radius 那我们上次也提过这个breast cancer里面的资料呢 就是乳癌肿瘤 它的大小 所以它里面的feature全部都是尺寸或面积 或者是半径等等 这些肿瘤大小的资料 所以我们选20 那是worth radius worth radius 那选22呢 它是worth perimeter perimeter是周长意思 worth perimeter 25呢 是这个worth compactness worth compactness 然后这个27呢 是worth concate points worth concate points 如果你点bc.dscr的时候呢 dscr的时候呢 printbc.descr 你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所有的说明 所有的feature 它的尺寸大小 它的采用的单位是什么 你就可以看到 它里面的说明 那bc.target 就是我们的小y 都是 因为它是binary 那它分成0跟1 那0就是 我们上次也提过 0就是 0就是这个恶性的 malignant 那1就是良性的 benign 然后我们用上面的这个feature 的资料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带进来 我们画一个简单的scatter图 然后我们用这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x轴用22 feature22 y轴用feature27 然后它的size呢 我们用5倍的feature的20 feature20呢 当成我们的 用它来 把我们分辨出0跟1 好 那它数据大小呢 我用这个5倍的feature20 那这里有个cmap winter 我们用winter 冬天的颜色 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colormap 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这些都是colormap 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所以我们这边得到了x轴是worth concade points 然后这个x轴是worth perimeter 那因为我们这边有size大小 所以你看这边 这个每一个点大小 就是根据这个feature20 它把我们分类出来 那下面这个呢 x轴是feature25 跟feature27 的y轴 那我们继续用feature20 把我们分类大小 这是cmap 我们选viridis 那feature25是worth compactness 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breast cancer 如果大家 上次在我们这个breast cancer introduction 里面 如果你有下载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转成这个csv档 那我们现在有这个csv档 breast cancer 我们把它汇入进来 我们知道说 总共有31个column 事实上30个column是features 566 569笔资料 没有missing value 就是no 全部都是浮点数 那我们有个outcome 就是我们小y target 就是0跟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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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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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Y呢当然就是保留这个outcome 所以DF outcome这样就可以了 这种方式也可以 那我们知道说大S跟小Y 它的长度是要一样的 各569 因为有569笔资料 那因为我们上面 X已经定义好了 所以它是我们的feature 所以X.columns就会出现 那所有的feature 所以它这里最后面没有 那个所谓的outcome 那它长度呢 就是30 有30个 那我们现在做20 split 因为我们在上面都已经 20 split的library都已经汇入进来了 所以基本上不用再写一次 那一样size取1四分之1 taste size random state 2021 那split之后呢 大家要告诉我们说 Xtrain的长度有426 那xtxt的长度是143 那我们做standardize 所以standardscalar fit transform xtxtraint 然后transform xtxt 那关于这个solver 我们刚刚开始给大家看了一下 那我们上次的教学也学过 什么叫l1 拉手 事实上它是在我们的cost function里面呢 加了一个penalty 就是一个所有的beta的绝对值加总 加进去一个这个所谓的惩罚项 它的目的就是 要这样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这个feature 30个feature是不是太多了 所以它会将一些不必要的feature呢 都会将它 的那些系数都会归零 那我们首先呢 设立第一个模型 lgmodel1 是logistic regression 我们这括号里面什么都没有 表示说它 default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说明 Default值是这个LBFGS 那它是penalty 它是 L2 所以我们的extrain fit进来 然后就可以predict x-test x-test 得到我们还有test1 那logistic regression 它也会提供我们intercept 跟这个coefficient 我们得到intercept跟coefficient 那这里面总共要有 因为这是二维的 所以我们要计算它里面到底有几个 我们首先可以将这个lgmodel1 点coef 再点revel 小括号 revel的意思就是把它打开来的意思 解开来的意思 打开来解开来的意思 这就变成 这就变成一维了 这本来是二维 现在变成一维了 我们看到它的长度是30个 它是30个feature 所以一定会有30个 从这里面呢 因为我们这里要学一下 这里是一个异维的 那我们要去找里面的每一个 它这个revel 0 因为它本身是个list 本身是个array 那index应该从0开始算起 所以0 这是第一个 点38987395 1的话就是这个 以此类推 2 3 4 5 6 7 8 9 以此类推 那现在教大家怎么样看 怎么去计算 假设说我们将这个 lgmodel1.coef.revel 我们这个array 我们要去计算它里面有没有0 不等于0 或者是它等于0 首先我们用count 我们去计算有几个count 初始值是0 我们说for i in range 因为这里面总共有30个 所以说for i in range 30 如果if lgmodel1.coef.revel i 这个i 比如说这边0 0开始 所以这里面 都是i 这里面都是i 是0到29 记得0到29 没有30 不等于0 如果这里面任何一个 也不等于0的 因为我们count是从0开始 所以count0加1 一次类推 最后呢 最后会累进 看总共有几个 然后把它print出来 这个print要放在外面 要脱离这个for loop 要脱离它 那因为我们在用目前看 全部都 没有等于0 对不对 所以它是有30个 因为它都不等于0 那我们将这些系数呢 做一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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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lgmodel1.coef.revel 里面的这个array的每一个 我们来做一个图 但我们的x轴呢 是用它的column的名称 column的名称 就是df.iLog 点columns 那我们在这个y等于0的第一个图 画一条线 我们说从x从0到30 画一个线 那plt.setp呢 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用这个xcolumn的这个名称 它叫xticklabel getxticklabel 那rotation90度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每一个column名称 放在xtick就是x轴嘛 那tick就是刻度 而且呈现的是90度 那plt.show 所以呢 这上面的 这上面的系数 上面系数解开了之后呢 就会落在这个上面 这是它每一个 每一个feature 每一个feature 它的那个系数 它的系数 那这边是等于0的地方呢 就会落在这里 那因为它没有等于0 所以这上面都没有 如果有的话 它会在折线的地方 会在折线的地方 我们再看下一个 我们跑第二个 第二个模型呢 LG model 2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给它了 logistic degradation 我们给它penalty1 L1 penalty 我们参数把它做名L1 那silver我们用lib linear lib linear 它也可以把我们计算 min absolute error 跟min square error 我们把它汇入进来 所以x-train y-train 带进来模型 那x-text predict 我们得到 y-hat test2 那我们也可以取得 r-square test2 把x-text y-text 带进来 点score 就得到r-square 当然这个logistic integration 我们还有一点重要 它会帮我们计算 probability 所以我们predict probability 这是column0的probability column1 左边跟右边 可以计算 mae跟rmse 所以我们计算出来 它的r-square 0.993 很高 然后这是它的这个 我们的x-test x-test 所印过出来的 这个小y 然后它们得到的分别的probability 在这边 我们知道这左边的column代表的是0 右边的column代表的是1 你们看前面已经算过了 总共x-text 里面有143 这里就全部列出来143个 那这column0就是左边的这column column1就是右边的这column 那我们得到mae是0.007 然后rmse是0.084 那我们的第二个模型 model2 也有intercept 它的intercept是0 那它的coefficient 在这里 看到没有 因为我们这是L1 Liblinear 我们是用拉手 来当我们的惩罚项 所以你看到吗 有些系数 被迫b为0 被b为0 那我们就可以算一下了 那这个model2的点coef 因为这个是二维的 所以我们说01 01就在这里 因为这整个是0 对不对 整个是0项 0项里面的1 index1 这是01 这是-2.0708368 在这里 因为我们要用到每一个点 每一个这个系数 beta 这些都是beta 所以要知道怎么去找它 OK 那我们就用for loop 因为总共有30个 我们说模型2的 coef.rival i 不等于0的时候 当然不等于就是这些了 这些都不等于0 对不对 来帮我们算 有几个 那一样初始值是 看我们给它0 然后这个print出来 有19个 那我们帮我们算成有19个 19个 那这些不等于0 当然也可以等于0 很等于0 就是指这些 细数变为0的 我们看看是谁 所以有11个 所以加起来是30 对不对 11加19等于30 我们可以将这些得到所有的系数 跟刚刚前面那个一样 把画成这个折线图 你看我们这条线0 对不对 那已经有落在上面了 这就是000 对不对 000 000 这个是0 0 所以有11个系数是变为0 那我们也可以用DataFrame 把它显示出来 我们说模型2的Coefficient 点Rival之后 然后它对应的是X点Columns 对不对 那Columns 整个上面Column名称 我们用Coefficient Leap Linear 因为我们刚刚是用Leap Linear 那它原来的模型1 它是 因为它是D4 LBFGS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DataFrame 那就可以看到它Beta 每一个Beta 它的变化 这是D4值 那我们采用这个Leap Linear Leap Linear 在这个Lasso L1的时候 有些系数就会变成0 所以这也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上次讲过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Feature Selection 我们把这个影响力不大的 这些系数可以排除掉 因为它被归为0 让我们单独把这个系数都为0的这些项目呢 我们把它找出来 我们就有COEF DF 它里面的COEFF Linear很等于0 就这些feature很等于0 它不等于0的有19个 我们把它列出来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比较 它原来的 就是 Linear L1的时候 它的系数是多少 跟这个LBFGS 我们D4的时候 它的系数 几乎都改变了 几乎都不一样 几乎都不一样 那有的变大 有的变小 大部分都好像是变小 系数 然后呢 你可以到这个 我们刚刚说过的 BC.DSCR 我们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每一项 的说明 它的attribute information 每一个feature 这个说明 这个212笔 是malignant 就是0 357笔 这个benign 就是良性 是1 这是1995年的真实资料 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K4 我们之前用了很多次 K4 我们把K4 汇入进来 里面的 cross valuation score 也把它汇入进来 那这K4 就是折几次的意思 我们将这个data data set 569笔 把它 shuffling shuffling 就是 好像重新洗牌的意思 shuffle 是洗牌的意思 那我们把它分成10等份 但是是随机的shuffling 随机的shuffling 我们也不晓得是谁会被 安排在哪里 那我们把它当成CV 那我们就可以计算 这cross value score 可以计算 比如说我们计算模型2的时候 LG model 2的时候 它的score 就是R square score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呢有10笔 R square score 在这边有10笔 里面最高的是 0.98 0.98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 并没有做 train test split 只是 它随机的 shuffle shuffle 10笔资料 所以569的话 除以10 就是大概都是56 57 56 等等 那它平均R square 就0.49 0.95 那我们之前呢 在这个 我看我们的 Lasso L1的时候的 它的 R square 那这里的R square是 0.99 很高 所以0.95 它是折10次 折10次 并没有做 20 split 这平均是0.95 也算很高 那我们现在 根据上面的 我们得到的 这些细数 得到的这些细数 我们要把它带进去 我们的logistic function 就是sigmoid function 这是我们的data 对不对 每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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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 有569笔 就这样子 我们要带进去 我们的logistic function 但是我们只带进去 这个xtest 所以呢 我们xtest有143笔资料 test set 那我们定义x0呢 刚刚算出来的 它是我们的intercept 拮据 是0 那之前我们讲过 我们要有起始值 要0 np.zeros 143个0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 sum等于0 像这样子 我们要有一个起始值 x等于0 矩阵 x等于0 矩阵 那我们要分别 加进来 加进来 然后把它 综合起来 所以我们在 模型2的所有的coefficient coefficient 因为我们要乘以这个 这个 所有的数据 对不对 就像这样子 有没有 beta beta2出来之后 每一个要乘以它 要乘以它 所以for i in range 30 就从0到29 0到29 所以我们之前 教学有提过 所以我们这里 不再详细的说明 x underscore 把它加进来 再放回去 x underscore 就好像这个sum 等于sum加i意思一样 最后还要加上 那个结局像 虽然我们知道它是0 但是你还是要加 验证一下 它143笔资料 点shape 是143e 最后得到 underscore x underscore 就在这里 那我们要将这些呢 带进去我们的sigmoidal function 或logistic function 带进来这边 但是我们先选定 x是-20到20 间隔0.2 所以我们将 设定一个 y underscore 先放到sigmoidal function 里面 每一个x先放进来 但是我们上面算出来 x underscore呢 也放进来我们的sigmoidal function里面 x underscore 那么y呢 我们把它区别一下 变 underscore y underscore 所以我们就可以画图啦 我们就画图 用x跟y underscore 画一个图 然后用x underscore 跟 underscore y underscore 画一个scatter图 画一个scatter图 那我们在0的地方呢 把它标示出来 那我们针对所有的 x underscore 我们这里lens 也是143个 对不对 那我们算一下 大于等于0的 就是说 在0以上 因为我们知道 大于0的话是0.5 0.5 有几个 我们把它算出来 那小于它呢 就把它减掉 就是小于0.5的 就是probability 因为我们知道 probability 如果大于0 大于等于0.5 就归为1 或者0 如果小于0.5的话 就归为0或1 所以我们得到结果 这个logistic function 有93笔 93笔 归为1 有50笔 是归为0 那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probability 那我们结果演算之后呢 我们发现说 只有一笔资料 没有 跟原来的 是不一样的 就是y test 不等于y test 就一笔资料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 x test 是predict之后的probability 我们它设定为 probability 2 那我们将这143笔 资料的solar probability 我们都把它列出来 看一下 那如果它横等于0的时候 那如果它横等于0的时候 我们就要取这个左边的column 0有没有 probability 有两个column 那如果不是 不是 那就是取右边的 那我们四十五路 那我们就到下面的 得到这个data frame 这是所有的x test 那原来的actual 原来的分类 这是predict出来后的分类 那刚刚它告诉我们 只有一个 是前后不一样的 actual跟prediction 我们看一下 我们有两个 我们把它找出来 comparison comparison actual 不等于comparison prediction 就我们得到一个小data frame 它告诉我们是d73笔资料 index73 这是我们刚刚 整个x test 对不对 这边有73 那原来是0嘛 结果预测出来是1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73笔资料找出来 用df跟i log73 把它资料找出来 那这时候就可以研究一下 它哪里哪里 有没有异常啊 或是哪里不太对 偏高或偏低 导致它预测的不准 那另外一种方式是我们把这个wire test wire test 它的这个 我们把它data frame 全部把它找出来 所有的 那这有我们说了 它的wire test2 index 你这个index很重要 因为它是一对一要对应 它原来的index 很重要 所以index等wire test wire test.index 这个column就是breast cancer data frame 然后呢我们设定df.copy 我们不要跟原来df 困在一起 所以我们另外定一个df2 然后我们定一个df2 wire test2 就等于上面这个data frame wire test df wire test df 然后我们就把df2把它执行一次 你看到我们就会得到这个 你看最右边哦 最右边这wire test2 为什么会有nan呢 意思就是说呢 有nan的这些role 它都没有被选 在tune test split的时候 它并没有被选到是test set里面 所以它当然没有得到任何的值 因为没有预测到它嘛 因为我们wire test只有143笔资料 那我们这个呢 这个全部呢 全部呢 是569笔资料 这是569笔资料 我们可以看一下 569笔资料 你看我们569笔资料 你看全部都出来 有没有 568嘛 加最前面的零 就569 那这569笔资料呢 只有143笔资料 被选为test set 对不对 所以没有被选到了 它当然没有被预测到 它是nan 所以它们有这些lan呢 它们就是什么 就是training set 它们都在training set split之后呢 被归为training set OK 然后我们要将那些 na in把它去掉 怎么去掉呢 我们就说 第一个物件 dftest 等于df2 你看上面是df2 点dropna 因为那些nan呢 就是na 我们dropna 那subset 这边有一个subset 就是次几何 等于wire-high test2 wire-high test2 也就是说 我们在wire-high test2 那个wire-high test2 这个栏位里面呢 有nan的 我们要全部把它drop掉 这些rules要全部drop掉 那剩下的当然就是 这个test set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叫dftest 所以你看我们剩下的 这些 原来的这些nan都不见 因为它都被drop掉了 都不见 那我们就可以算一下 它的长度啦 dftest 我们去掉之后 因为我们刚知道说 testset有143笔资料 所以我们执行完毕之后 我们再重新算一下 dftest 剩下143笔资料 那我们根据这个dftest 新的这个data frame 我们看dftest outcome 因为原来是outcome 对不对 这原来的都是outcome 原来叫outcome 原来的小y 那它不等于 wire-high test2的 有哪些不等于 这些逻辑运算 以前我们都用过 很多很多次 我们只是要验证 跟我们上面做的 是不是得到一致的结果 是d73笔资料 index73 跟我们上面所做的 得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 在这里 一模一样 ok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在大数据里面 不可能这个 这个算出来的结果 accurate是100% 一定会有些 missed samples 那你要把它找出来 你在几千笔 几万笔资料里面 要把它找出来 可能有十个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 把它找出来 我相信你不会用 肉眼的一个一个去找 一定是用这种方式 把它找出来 就是说你原来的预测 预测值跟后来的预测值 如果不相等的时候 是哪些 那就可以把它资料 把它找出来 重新再去检视一下 它这些data里面 也没有什么异常 就是说 那原来就是 原来就是零啊 为什么预测以后变成一啊 或者说原来是一啊 为什么预测以后变成零 一定跟它里面的数字 其实是有关嘛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找出来 然后再深入去探讨一下 好了那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算一下 这个 它的AUC ROC Area Under Curve 那为了跟前面的Prob 把它区别一下 我们这里定义为3 3 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取右边的Column 所以这边是1 就是模型2的PredictProb 那我们就利用它的False Positive Rate 跟True Positive Rate 我们把它算出来 那么这个要APR TPR 来绘图了 那么45度斜角线 它会将这个正方形区分为两块 但是它面积总和还是1 面积总和还是1 那么就可以算出来 AUC Area Under Curve 那我们知道说AUC如果越接近于1 那是越好 越接近于1呢 越高值的话表示说 我们预测出来这些Probability 这些Data Set 是能够很精准的来预测 0或1 这些都是我们的 APR跟TPR 所对应出来的点 那这些点的连线 那下面的这些面积 就叫做Area Under Curve 那这是45度的线 所以这个正方形的面积呢 两边各一半的三角形的就是0.5 0.5 所以我们这边有写这个 50% Area Boundary 那算出来是几乎是1啦 你看点998 0.9983 它的滚摇矩阵 这是59-12-1-0 把它弄得比较完整漂亮一点 整齐一点 你用C-Bone来帮我们画这个滚摇矩阵的图 那么你看到左上角是True Negative 那False Positive False Negative True Positive 那这边这个1的意义就是说 我原来是0 可是预测出来是1 跟原来不一样 一个 那我们刚刚看到上面的就是Index73 Index73 那我们可以用这样来表示 用PD点Pandas里面提供的一个叫做Crosstab 就是Crosstable Crosstab 我们可以用这样来表示 把WireTest2带进来 RowName是Label ColumnName是Predicted 那我们可以得到Classification Report Label是0跟1 我们取小数点四位 那我们也可以将这01设定为Negative 跟Positive 我们把它定义为TargetNames TargetNames等于Targets 所以我们01就变成Negative Positive 接下来是它在SK的里面提供了很多 在这个Classification Report里面的很多这些 Evaluation Matrix 有Accurate Score 有这个Precision Score Record Score F1 Score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混淆矩阵的教学 里面都有提到 这里还有LogLaws 这是所谓的在Logist Regression里面的 所谓的Cost Function 既然是Cost Function 当然它是越低越好 那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画 所谓的learning curve 所以learning curve 在某种程度也可以帮我们了解 它是否有overfitting 或underfitting 那learning curve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function叫shuffle shuffle split 看这个知道它十次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选0 0到19 这0到19 它会去shuffle shuffle 十次 这我们看 这26 shuffle十次 那它会split什么呢 有training set 跟test set 那因为我们总共有20个 对不对 所以这边呢 左边就有15个 右边就有5个 5个 所以它是shuffle出来的 所以它是shuffle出来的 那我们就可以画这个learning curve L1 拉手的这个learning curve 所以我们cd是等于上面这个shuffle function nsplit 你要10次24都可以 通常都用10次 那样test size 1四分之1 random state 2021 那我们用的是model 2 model 2 这里可以看这两条线 红色的是我们的training score 那这个绿色呢 就是cross validation score cross validation score 那上这两条线是蛮契合的 最后可能又converge 很几乎都要converge在一起 这样的 这样的learning curve呢 显示出来的是它这个 比较没有overfitting 如果overfitting的话呢 这两个可能就会 极度的分开来 接下来我们就用gree search 当一个演算法里面 有很多参数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这logistic regression 我们刚刚开始有介绍 它里面这个 因为我们这里是用L1 那L1另外还有一个是saga saga 演算法 sover是saga 所以我们可以用gree search 帮我们计算一下 到底是leap linear比较好 还是saga比较好 我们就可以用gree search 在escalar matrix里面呢 我们会用scores的话 你可以scores.keys 你可以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 所谓的performance matrix 可以让我们来使用 这里面很多我们都已经 用过了 像accuracy 什么 这个rc auc 然后刚刚很多的这个 什么precision score f1 score 很多很多 那我们就要挑里面的一项 就是我们用accuracy 我们把这个gree search c把它汇入进来 那我们针对两个 leap linear 还有这个saga 还有这个saga 我们用gree search cv 把我们的lg的model 带进来 我们这次penalty 是l1 那parameter 就是我们用的这两个solver 那我们要使用accuracy 里面的accuracy 那cv等于cv等于这个cvk4 k4这个cv 那我们把大x小y 把它fit进来 执行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说 gs.best 最好的这两个里面 best parameter 这两个里面哪一个最好 它说leap linear最好 然后best estimator best estimator 它帮我们算出来是penalty l1 solver等于leap linear 那best goal呢 点949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best estimator 我们说定义为我们的模型 然后也可以来跑这个learning curve 所以我们这边model 把它带进来这里 带进来proc learning curve 这个函数里面 那因为我们上面这个模型2 是采用这个l1 这个leap linear 那这里呢 我们的gresearch里面呢 它也帮我们找出来 也是l1leap linear 所以基本上这个learning curve 跟上面那个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做这个分类图 那因为这个有 我们都已经超过了这个二维 因为有30个column features 但是我们做这个分类图的时候 顶多顶多只能做这个3D 就是采用三个features 但是这个mlxtend呢 是二维的 我们只能用两个feature 那我们就选 它相关系数最高的两个feature 所以我们df.cor 所以这个很大 有30个features 它跟这个小Y outcome 这个相关系数 因为有30个feature很多 当然我们要一个一个找 当然也可以 我们只要找两个 就是找它下面的相关系数 最高的两个 但是我们有个方法 你在df.cor 里面method 我们打进去pearson pearson就相关系数 这些相关系数叫pearson 那在outcome 中国话outcome 然后去点sort values sort values 它就依据大小这样排列下来 然后一直到outcome这里为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这些所有的feature里面呢 不过你要注意到 因为我们刚刚这个是用这个 L1 拉手 所以你不能找到 已经 细数变为0的 那我们看一下 找到我们找这个 worst k points worst perimeter 跟mean concat points 的三个 那根据三个 你就把它的这个 是哪几个column 是哪几个column 第几个column 把它找出来 比如说worst concrete point 是27 那worst compactness 是25 那worst perimeter 是22 把这三个找出来 那因为我们要先画这个二维图 所以我们就要两个就好 所以我们就选22跟27 worst concrete points 跟这个worst perimeter 我们要找出我们的 这个decision boundary decision boundary 所以我们就重新设定 大X2跟小Y2 大X2呢 我们就选两个feature 22跟27 那小Y2当然不变嘛 还是-1 那一样20 split standard scale 那一样是logistic regression 我们现在叫它LG 那因为我们上面 已经采用的是L1 lasso 那solver就是le linear 那fit x-train2 y-train2 predicts x-train2 得到prediction 那我们就prodecision region x-train2 y-train2 然后这个classifier clf classifier 就是LG 就上面这个LG 那legens2 这是logistic model 也可以计算 confusion matrix 跟这个accurate score 那执行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这个 01的分类图 但这是二维的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只能选两个feature 即使是这两个 相关系织最高的两个feature 我们得到了这个 R2 又0.93 但在confusion matrix 当然就 就不是很好 那这个用意就是说 我们怎样将这个 用这个函数呢 prodecision 这个boundary呢 把它找出来 切割 0跟1 切割 0跟1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上面这个row 是0 对不对 那右边这个column 是1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哦 它0这个有四个 跑来1的 本来是0的 有四个跑来1的 你看哦 本来是0的 有四个跑来1的 0是这个蓝色方块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四个 1 2 3 4个 那它到底呢 下面这个是1 1 这个column是0 有六个本来在1 它跑来column0的 所以六个1跑去0 六个1跑去0 你看哦 三角形嘛 1 2 3 4 5 6 有六个 所以再帮我们用这个 decision boundary 帮我们 切割开来 0跟1 当然这个数据很多的时候 当然也没有必要去真的去算它了 这只是说这个 用这个来表示 它这个在数字上的意义是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0的话就51个 对不对 我们刚刚上面算出来也是51个 然后这个1的地方呢 有92个 92个 那92加51就143嘛 所以我们的XTest 总共有143个 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啦 我们用这个 这个新的data frame 我们把test2跟prediction 那这是所有的XTest2 那这143笔资料 两个column 那这也教大家怎么样去计算 计算 假设我们这边叫 这个unique count 计算几个 那我们知道说有一个mp.unique 我们可以用这个 我们可以用这个 浪拍里面的这个方法 然后帮我们计算说这个x takes 2 x takes 2 axis等于0 就是每一个row 我们要计算return counts return counts 那为什么用unique unique就是说单一特别的指不会重复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有时候你会发现说 你做完这个图之后呢 分类图之后 你会发现总数跟原来的不符 那我们刚刚不算过总数 总数是143吗 那你可能算出来只有140 假设是140 当然数据很大 你也不用真的去算它了 我只是说告诉你说 为什么 事实上它没有错 因为有些近视点它会重合 像这样子有没有 会重合在一起 像这个 事实上只有两个 它会重合在一起 那我们要去计算说 是不是真的有重复的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unique unique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值呢 里面的数据 它含有哪些值 unique含有 我不能重复的 那这里面还有count 你看哦 那count 我们print出来后 全部都是1 比方说它每一笔资料 每一笔资料都没有重复 所以都是1 当然有的其他dataset 你会看出来它是会有重复的 所以这边就不会全部都是1 有的是2 有的是3 有的是4 有的是5 那我们将这边count 把加总起来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1 没有重复 如果重复的话 就会有的是2 对不对 所以你看count.上143 143 那我们在这些count里面的unique的count里面的 我们看看有没有 至少重复一次以上 这次会有2 看看有没有 所以count大于等于2 如果这边有出现2的话 或3或4的话 它就会跑来这里 所以我们count大于等于 它说没有 它空集合 它得到的是一个空空的 所以没有 空集合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那个分类图 我们就可以确确实实的 可以算出来有143个 143个 这确实是decision boundary呢 告诉我们说 0 0 有51个 然后这个1 有92个 因为这个是binary 0跟1 那我们前面那个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就画两个cluster 有0跟1嘛 第一个呢 就是x takes 2 prediction 右边只有0跟1 所以prediction等于0 然后column是0 就是左边这个 左边这个 那另外一个是x takes 2 prediction 等于0 右边的column ,右边的column 就是说分类为0 那下面这个呢 第二个图呢 就分类为1的 那所以呢 我们上面这个是用这个 它归类为0 所以是outcome 0 这是二性的 那我们用浅绿色 那下面这一群呢 我们是x takes 2 是分类为1的 分类为1的 那我们用orange color 那它是良性的 只是这个图它没有给我们这个decision boundary 但是如果你将这个图 这个分类图跟上面这个分类图 你稍微去比照 比比比比照一下 它是蛮类似的 蛮类似的 你看这最右边有两个跑出来 你看我们看这边是最右边有两个 这边有两个 接下来我们用这个plotly 我们上次有介绍过plotly 那帮我们画3D图 那3D图一定要有三个坐标嘛 那我们刚刚已经选定了20 22 27 我们用这三个feature的坐标 那这一个呢 第一个是我们还没有在做分类演算法之前的 还没有做分类演算法之前的 那跑跑看 所以x坐标呢 是df.ilog 20.value y呢是22 feature 22 这个z呢是feature 27 那color呢 我们用这个df.outcome 就是0跟1嘛 它把我们区分为两类 那它的大小呢 圈圈的大小 我们就用这个feature 27 的size 作为标准 我们这里还没有费入这个 对不起哈 我们必须费入这个 把product才可以 就把它 copy过来 这样我们才可以执行 OK 好 我们把它 copy过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执行了 执行需要时间 当资料量越大的时候呢 它的 执行的时间就稍微久一点 OK 所以我们找到这个新的 partly partly的 3D图 所以你看到右边这个 所谓的heat map 也就是说越下面 这个颜色 越接近这个颜色 它就是0 越接近上面的黄色呢 它就是1 那你刻实放这边 动一下 那这是全部569笔资料 那你可以稍微动一下 这样上下伸缩 滑你的这个滑鼠 上下 因为我是用apple的 所以上下这样子 上下这样子 那就放大 稍微放大 OK 好 那我们用这个DFDF outcome 因为我们是全部的 全部的这个 这个569个笔资料 所以它是outcome 我们可以算出来 它横等于0的 有几个 212个 那它横等于1的 357个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黄色的部分 是等于1嘛 它有357个 那蓝色的部分呢 它是等于0 它有212个 当然你不用真的 去计算它了 让大家了解一下 那下面这个是经过演算之后 因为我们这边也有 WireHideTest2 我们是在DFTest 我们刚前面已经有 DFTest的这个DataFrame 那我们一样采用这个 20 22 27 这三个features 那我们来帮我们画这个 经过演算之后 TestSet 它的3D 3D图 滑鼠上下滑动的时候呢 那它就变大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WireHideTest2 在DataFrame DFTest里面 它有143笔资料 那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得到的值呢 是有浮点数的 是Floating Point 所以你这边要写0.0 等于0 是等于0.0 那有50个 那等于1的时候呢 1.0 那就93个 我许你再看看 です 我许你替台 我许你 我许你 那是 我许你 我许你